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物件 如果自己画的话可能会太花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Squatch里面的资料库 其实也可以找一些类似的物件来做变化或者是拼装 比方说之前有同学曾经想要画出红罗膜的造型 可是在我们的Squatch资料库里面并没有红萝卜这个东西 那如果要自己画的话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就在食物里面找到了一个东西叫做草莓 然后这个草莓呢把它拿出来之后 因为基本上红萝卜跟草莓最大的差别 一个可能颜色有一点点落差 再来就是它的身材 那所以我们先把它做解散群组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草莓身上可能会有一些点点 这些点点呢是红萝卜身上没有的 所以我们把它解散群组之后把不要的东西去处理掉 那处理掉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我只需要让它的身材变瘦一点高一点 长高一点 然后呢再把它接回去 接着在颜色的部分 因为草莓的颜色是比较偏桃红色的 可是我们红萝卜是比较偏橘色的 所以呢我们再跟它做一下树像的改变 那再来如果你觉得这个叶子的部分 可能觉得那个跟红萝卜可能有点不像 我们稍微做一下调整 但是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因为我们只需要做一点点微微的变化 做一点暗示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就可以了大概类似像吃的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红萝卜上面会有一些横状的生长条纹 那这生长条纹怎么办呢 因为通常大家都知道啊 对于懒多鬼的我来说 这种生长条纹不要用画了不要画了啦 直接布置贴上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我们再跟它改变一下它的彩度 然后呢稍微压扁一点点 然后开始旋转角度需不需要旋转啊 要不要把它多放一下 那如果觉得它的弧度不OK 我们稍微跟它调整一下 接下来就是Ctrl-C,Ctrl-B复制贴上的问题 Ctrl-C,Ctrl-B复制贴上之后 记得不要贴得太整齐 因为我们的红萝卜啊 这生长条纹不可能很整齐的 如果整齐看起来也奇怪 然后呢这个大大小小 跟它做一点点的变化 看起来是不是就是红萝卜的样子了呢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里头来抓一些物件 然后做改造的 这是红萝卜 那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画一个火车好了 好,像火车这种东西啊 我们在里面找找看 好,假设像泰鲁哥号好了 我们来找一个相似的东西好了 就是这个大厦 这高楼大厦我们找类似的 泰鲁哥号的头尖尖的嘛 诶,是泰鲁哥号还是普通嘛 随便啦 好,那不可能是这种锯齿状吗 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好,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就是把它做一下旋转 因为我们这个火车往前跑 好,那火车的车头呢 现在这个或者是你要把它当个捷运也可以 好,那我们把它放到该放的位置 那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要做的是 这个点点要不要删掉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待会再处理也没有关系 首先上面不可能是这么尖锐的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圆弧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增加节点 或者删除节点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颜色 诶,泰鲁哥号什么颜色啊 我忘了耶 好啦,没关系 我们大概先给它这个颜色 然后呢,中间这个点 如果是这个颜色好像不大好看 我们先把它丢到旁边去 如果待会用到你的时候再请你回来 好,我们把它放上去 Ctrl、C,Ctrl、V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头 然后呢,泰鲁哥号前面不是有一段是有颜色的吗 那我们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前先做一件事情 因为它比较短 你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当然是调整节点 可是如果调整节点的话不好调 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有橡皮擦线 这橡皮擦线线我们调大一点 好,我们只要是150 好,调大一点 擦擦擦擦擦擦 拜拜哦 好,把我们不要的地方 处理掉 好,如果处理得不好,我们再重来一次 好,如果有锯齿状 好,假设是这个样子 好,如果有锯齿状 也觉得OK了 把它放上去 好,开着这个铲宝宝的头就好啦 好,开着这个铲宝宝的头就好啦 那好了之后,如果我们需要再做调整 我们再去做微调就好 像这个,你不需要 我们把它放到前面来 就做微调就好 那上面这些图案呢 如果需要把它拿回来 不需要的话,我们把它拿掉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你要做窗户的话 更简单啦 我们再附计贴上一个 把它缩小一点点 然后弄小,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呢 给它一个窗户的颜色 哦,窗户的颜色 然后如果这个位置不OK 把它挪过来一点点 好,那我就得到了第一个窗户 第一个窗户好了之后 后面的部分呢 只需要按照它的形状去做复制贴上 那这里的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就不建议做得太仔细 其实有点歪歪扭扭的 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 也是蛮可爱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拼上去 那拼装好之后呢 全部选此来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再Ctrl-C,Ctrl-V 复制一个 那后面这一截呢 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这里 Delete删掉 这里把它弄进来 好,把它接上去 然后再Ctrl-C,Ctrl-V OK OK 不小心的 好,那我们再把它选起来 放上去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长得像蝉狗的火车了 那因为火车这种东西 我们不可能就是 画得太精致 因为它毕竟算是背景的部分 所以说其实像这样子 我们只要示意出来 而且我们只要大家就这样看得出来 就可以当成物件来使用了 那这个是在坐火车的时候呢 一个小技巧 好